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CloudSize Gena 系列的鏡頭 清洗 這支鏡頭是100 焦距光圈F4的鏡頭 然後它裡面都已經有一些 藥水的痕跡以及一些刮傷的痕跡 還有起霧的現象 那我們今天要來拆解這支鏡頭 我們先說明一下這支鏡頭 大致上的鏡片結構 這支鏡頭 100mm 100mm 它是有 五片四群的結構組成 這支鏡頭 這是STOP的位置 然後這兩片其中有一片是膠合片 這個部分我沒有記起來 不過等一下我們拆開來就知道了 那它的鏡片組 它的鏡片組 都十分的厚 然後 玻璃也有帶有一點黃色 也許是高折射率鏡片 然後呢它的外面的Housing 外面的Housing部分呢 這是 鏡桶夾持機構 以及 外面 這個是對焦 對焦機構 那鏡桶夾持機構呢 呃 STOP之前 的機構是 由一部分組成 那STOP之後的鏡片 是由一部分組成 STOP之後的鏡片可以直接拆起 那STOP之前的部分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就開始來拆解 它的鏡片啊 都沒有凸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放置 或者這樣放置 這是最後一片 鏡片 這一片 也是 也是最 刮痕最多的 這片的刮痕呢 也非常神奇 有可能是 因為是東德 早期 早期東德制 那東德呢 那邊 跟現在的西德的製作方式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它上面的刮痕還蠻多的 刮痕以及 霧化的現象 這部分比較難拆除 這部分啊 它首先會有一個文字的環 這個環呢 我們是需要借助一些橡膠 橡膠的部分 將它 將它 將它拆 用摩擦的方式 摩擦力的方式 將它拆起來 這是我自己利用的一個 橡膠條 橡膠條捲起來 那捲起來呢 中間就不會去碰到 碰到 鏡頭 那這樣的好處是 可以運用不同的口徑 不同的口徑的鏡頭 都可以使用 好處是 接下來我們 拆內部 內部的 那個 我們將整個鏡頭拆下來 好了 在這裡 我們住在這裡 在這裡 足以後 我們要用逼的 裝飾 非常穩造 折腦 它是半個層的 放進去 我們現在發現 我就覺得我可以說 我會覺得你很慢 我就是拍攝 你覺得說話 我會覺得你看 我會覺得 我們想說話 我會想說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部分有一个套环锁住 这部分必须要把套环拆开来 镜头才可以卸下 我们先清镜头好了 因为这部分需要特殊的工具 我们利用锦置架 我们来试试一下 我们先试试一下 先將鏡頭組拿出來 這是前鏡頭組 這個是整個對焦機構 早期的製作比較紮實的部分 都是用同一塊金屬材質全部測出來 還有一些文字的部分 這是全部都是同一塊金屬材質測出來的 然後鏡片就是從前端一片一片放進去 這鏡片看起來相當漂亮 我們繼續拆鏡片的部分 好看 好看 嗯嗯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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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已經把套環卸下來 那我們先把第一片鏡片拿出來 第一片鏡片 它相當的厚 然後 那我們直接 不要讓它完全貼在 貼在紙上 然後 它帶有一點顏色 然後第二片鏡片 一樣 我們要持續的 將它拆下 我們要調整一下緊支架 我們繼續拆 第二片鏡片 一片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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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這些套環的時候 力道 力道不能過大 因為過大 有時候這些金屬 很容易受傷 我們盡量在修復的時候 能夠保持這金屬 的原貌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 還是非常難 讓它 完全不看出痕跡 有時候 我們將鏡頭 全部卸下來 一片鏡片 這是第二片鏡片 第二片鏡片 和第三面鏡片 中間 有一個 GAP GAP 這是套面 所以可以直接放 那這是 中間的 一個 一個GAP 的接環 也當STOP的作用 然後這是 第二面鏡片 我們來看一下 這玻璃做得相當漂亮 就是這樣 這面鏡面弧度非常小 這非常不好製作 好 第三個鏡片也是 這片是 焦合鏡片 好 我們接下來來清理 這些 鏡片 我們來看一下 機構 機構 這個部分 我們 把前鏡組 跟後鏡組拆下來 就直接可以看到 STOP的位置 以及它的機構 那STOP的作動 這是STOP的作動方式 那這裡有一顆螺絲 這顆螺絲啊 可以控制 這個整個 前鏡頭 鏡頭的 Housing 它的 定位的角度 那這個定位的角度呢 可以去控制 STOP 的大小 最大 以及最小的時候的狀態 它會稍微旋轉 它可以旋轉一點點做微調 這個部分是 這部分是 連動的部分 連動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把最後一組鏡片把它拆卸下來 最後一組鏡片是 看起來是 刮痕最多的 以及最髒的 它的coating的顏色也不太一樣 它是紫色的coating 這部看起來很高 很高 好 鱼鱼鱼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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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部份是比較平的部份 這部份是接近底片面 這部份一定不能裝錯 因為如果裝錯的話 焦距是對 但是成像Distortion就會非常大 因此這部份最好多做一個註計 我們畫誇張一點 這部份的位置是這樣子 然後後面是底片面 然後前面是STOP 然後我們補一下這個膠盒面 膠盒面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膠盒面最有可能的形式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有找到資料的時候再補充給各位 好,接下來要開始擦鏡片 我們把風先關下 謝謝,謝謝 先生,我們有很多市場的計劃 今天有請 我們來吃 Minute 我們可以這樣教會一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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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讲最小的镜片应该是最好擦的 但是啊,這個鏡片卻不一樣 因為它的特性啊,coating的撥水性不太好 所以它擦的時候很容易有擦痕 所以這個藥水必須來回擦上好幾次 確定把擦痕都擦掉 對於,對於撥水性比較差的coating啊 它的擦是,它的擦是啊 最大的問題就是,擦很容易留置在上面 那我們把上面的灰塵以及上面的毛 上面的霧化擦掉之後啊 大部分都是在處理這擦痕的部分 其實這部分相當凡人 所以,讓我把上面的放在上面 從這邊,然後再保留一點 再次把上面的水中 掉在上面的水中 就算了解,就是空中的水中 然後就算了解,都會把水中 按一把水中的水中 在冷藏一下,然後就算了解 在那裡的水中 就算了解,就是,你會不會有保留 因為,就是,你會不會有保留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我们擦好镜片先将 先将最后一片镜片装上去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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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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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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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我們來先擦第二面鏡竹 第二面鏡竹很有趣 早期的玻璃啊 裡面都還有氣泡 好,這裡有一顆,這裡有一顆 這相當有趣 好,這裡有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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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君 Religion oud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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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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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將鏡片放在一個等一下方便移動的板子上 因為這個鏡片不太好裝入整個套筒 我們等一下是要仿著裝進去 不太好用 不太好用 把細節放進去 如果把細節放進去 把細節放進去 然後把細節放進去 把細節放進去 就像一個細節放進去 用途中一個細節放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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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水的痕跡 我們先把上面的痕跡擦掉 然後再清潔整個玻璃面 因為如果沒有先擦掉這些痕跡啊 有時候單純只是用清潔液啊 它是擦不掉的 所以我們先要去除這些污漬 然後最後再來做清潔的動作 幫助奶煮到這裡 都要在這裡 然後再將走進去 又用再行咬到 但是會不會死 讓養口 就像我剛發現 這裡也是一隻吃 我會不會死 我會不會死 你會不會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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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